准备证据 接受警察 弟兄们 都把证件拿出来 检查啊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都没有款 是 老门生起来了 拜拜 倒是自己弟兄 换位置 好 好 我的 我的 谢谢 我的职业 谢谢 谢谢 好 我的 我的 谢谢 我的职业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怎么了 没有问题 那就让他们上路吧 谢谢 谢谢 好 开车了 好 好 放着你了 放着你了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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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了 你了 我 不 不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事情处理干净 是 站着放心 走吧 是 买吧 长官 下雨了 这都埋得差不多了 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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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能啊 李纵任外中计两位老总 这么快就走了 李老总去北平上任 时间很紧 所以今天特意到南京 来祭拜先总统 您定传的事怎么样了 知道的人很多 得一个一个排查 难度非常大 这个案子有点意思 白老总 李老总 跟我很大的压力 让我必须破案 重庆那边要求破案的呼声 也很强烈 但这案子 如果按你分析的 军政部处理这船淫定 是有最高执意的 你这个观点 我是非常认同的 如果真是那样 那案子还怎么破 怎么查 往上查 就得立马打住 不然怎么办 抓陈诚 再抓校长 再这么查下去啊 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挖个坑 再把我自己埋了 到最后 偷不了俺的责任 全都得我来扛 主兄啊 你是兄长 这事你不能秀什么好看的 你得帮我出出主意 我现在该怎么做啊 好 我 我 你没有想过 让梁通他们军政部自己查 码头本来就是他们管辖呀 他们有责任 自己查自己 看他们到时候怎么收场 刘兄啊 我就在等你这句话呢 这话啊 我不是不敢说 我是怕我说出来 你说我退一些责任 其实我个人 对梁桐没什么意见 他是我很欣赏的军人 你更不用说 你们四个兄弟的关系 谁都知道 但谁让我们在江湖中呢 人家江湖身不由己啊 你把这话说了 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我知道 战后国军中方计划 你们贵西吃了不少亏 明明不说暗话 不得要政变了 军事委员会要改组成国防部 这个借骨眼上了 任何一个位置都是要争的 难得有把柄的 杨龙 喂 米兰尼呢 马克中校去请他了 这两天米兰尼治疗得很辛苦 效果怎么样啊 就是你说的那个 白鹅女巫师 对 就是他 在上海很有名 据说 梅艳不可芳物 年纪还不大 是俄国刘王来的贵族家庭 母亲是个心理学家 父亲是个小提琴家 他是无师自通地 学会了催眠术 我很有兴趣解释一下 不过 我还是相信你的 中国式气功催眠和针灸 对它更有效果 你别听我尸体瞎吹 我只是少年师傅学医 你只有这爱好 陈米兰尼还没有来 咱们说说银定传的事情 好 陈部长现在责称我 来干预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关系到军政部的声誉 你们二位不能休守旁观 童子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现在为这事啊 真是一筹莫展 我刚还跟柳家你说的 我说梁童啊 是咱们中国最杰出的间谍 没错 在加尔各大我就见识了 童子 你这么来啊 太好了 这下我是真的是踏实了 这是两回事 你让我打仗还行 找东西你是内行 这个事情你不能不管 要说其实这是军政部的事 你们查明正严顺 你得出马查查 就是 这个事情我本身就有嫌疑 你们哪还是查查我吧 行了吧你 如果政府里边都是你这样的 那中国政府 就是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 梁童为了洗刷自己 不得不去追查营定的去向 却又不能让最杰出间谍的形象 深入曾光熙的脑子 他面临着两难的局面 曾光熙是不是 就是那个贼喊捉贼的人 他被自己突然冒出的念头 吓了一跳 如果真的是曾光熙 恐怕一切 已经被安排得天衣无缝了 我上止血粉了啊 看那边通 你让人等了啊 老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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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他这没事吧 没事的 少药一会儿就好了啊 老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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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当兵可以争解脱 你要是真要个三长两短的 我们孩子们可怎么哭啊 老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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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十字桃 十字桃 准备好了 你没事吧 没事的 接药几天就好了 谢谢 谢谢 小心 小心 慢点吃 慢点 慢点 新叔 老汤 你的事我们跟堂主说了 他说等你能下地了 就去找他 商量一下兄弟们的后事 你无疑啊 老汤